我这边是那个华为 就之前联系过您的华为这边的委屋律师 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华为这边也有关注到您近期有发布一些 关于华为支架这一块的一些就是视频内容 然后包括昨天晚上也有发布 就是关于就是华为AEV不出发场景一览 这样子就头条上面也有关注到 就发布这一类的内容 然后就想跟您沟通一下 就是包括前期就是您这边发布 就是账号的发布这些视频的初衷 我们这边其实也有跟华为就是反馈过 但是华为这边的话 就是还是希望您这边能够删除 就是您账号里面关于涉及到华为 以及华为合作品牌的相关视频内容 我这视频没什么也没说什么 对 因为情况是这样子的 就是华为这边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忠于就是干实事的 就希望能够在就是实处去解决 就是那个消费者 包括用户提出的这些问题 他们也不希望有就是太多的曝光度 包括虽然就可能您的视频内容 是有就是有一些就是排行榜什么之类的 但是整体就您账号里面 就是收集的一些就是视频的话 其实还是就是关于车货类的负面内容 其实对华为包括对其他车企来说 就是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偏负面的 然后然后另外这一块的话 包括近期我不知道您这边有不了不了解到 就是像网信办这一块 其实现阶段开展的一些就是清朗 就是自媒体的一些专项行动中 也有特别提到就是包括这种 就是收集企业一些负面信息的账号 进行打击的有一些特别说明的 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关注到 其实这一块现阶段对华为来说 还是比较就是就是影响还是比较负面的